大家好,班达帅,花帅客板,七大帅观战,来观战一把搜影的子岸家,有这把遇到的是博士 博士,子岸家的发挥空间就不大了呀 你灯还没照到他呢,你已经进入到他的一个射程范围了 从此压这边的板子,一个蓄力刀,没打到东西 抓佣兵,佣兵手里面三护臂 一个都不跳,这佣兵捏得很死呀,莫不必 再给你卡,给你绕 别说,这佣兵走位还是挺灵动的,挺灵的 就是很活络 开局,前期的一个牵制很关键 这个佣兵牵制的时间真有点久了 他在这个地形也比较好用,这个地形博士不是那么好冲刺 好,吃一刀,佣兵这里的话,护臂直接跳开吗 我们来看,这个佣兵的护臂其实捏得很紧 博士这边选择直接传送了 传送过来,落地是个条项师,那没法打呀 这个条项师 有一说一,我觉得这个级别的条项师 博士想要快速击倒都是不太可能的 这个级别的条项师,三瓶香水是一定摁得完的 那不可能说,香水没浇完人倒的人 拉到前面的板子 一个重击,香水回,nice 还有个飞轮呢 刚才这边浇飞轮都可以,都可以其实 回头等香水CD好 博士这把已经走远了 走得非常非常的远 空会一刀,骗出香水 条项师这边三瓶香水就要完 板子砸头 现在的话,如果针对条项师打密码机总量 要倒三台 三台要注意啊 他不是说其他监管者 只缘一个职业飞轮 不是其他监管者的一个击倒三台 博士的淘汰节奏 那要比一般的上挂节奏可慢太多了 而且这个条项师你也不能手蚁啊 他能自己 简直了我都不知道博士该怎么打了 这局说实话 穷者不出现重大失误 应该是一个稳稳的四人条项 不出现重大失误 就比如说不要条项师待会儿当面起来 然后让博士白刷一轮的那种 再补一个补不了重机 他是没有进入勇动状态 这边咱家照灯来 劲头给到 所以飞轮先顶 再翻 回头继续登招你 沉默的转吗 沉默转了 中刀 中刀 跟到一刀插刀 条顺师这边的话上二楼 条顺师这个时候其实不要修机子了 修机子容易被针对 条顺师这个时候干嘛 他翻箱子 他其实翻箱子会更好一点 因为修机子条顺师被针对呢 会打出一个二导 这边再看 传强师的话 这局博士有的打了 他传的是哪里 传的是佣兵这个点 他以为这边是条顺师 博士这边应该是去找条顺师的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 这边来修机的是佣兵 那看二轮里面耳机抖动 应该是能判断的到 说实话 其实条顺师这个时候没有必要修机的 因为穷者的一个密码机 是大幅领先的 他需要做的是自保 他需要做的是自保而不是再去修机子了 机子有的是人修 你外面这么多队友呢 对不对 先找到一个道具补补状态 或者提升自己的牵制能力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那这样的话可以打出一个 交自其倒地煤的缺口 飞轮9秒钟 呃 佣兵手里是有个搏命的 看一下要不要过来套这个搏命 机球手 想过来打一手 然后把人摸起来吗 嗯 因为宝墙是满血 要好打很多 就是把这墙墙摸起来 要好打很多 摸起来以后呢 他吃葱刺 是不倒地的 这里的话看一下 怎么说 来了佣兵来要套薄命 套薄命也行 套薄命也行 摸起来 一个冲刺 打中的是佣兵 马迹点亮满血条尸 那没法打了 败血条尸 直接击刀以后回头管门 可能还有点说法 这个条尸拉开以后 不是普通刀 普通刀你是打不到他的 为什么 条尸手里还有个飞轮 条尸手里还有个飞轮 你冲刺 跳P可能能打一打 但是普通刀是一定打不到的 这条尸手里有个飞轮 就一个飞轮足够拖到门开了 门开了没有 倒了个击球手 这边 拦不住啊 拦不住啊 那边三盏灯 第一时间击倒的是 子安家可能会好一点 毕竟子安家是倒过一次地的 还有三个人 当时连面爬走 还没办法